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民進黨的蔡英文 以817萬票破紀錄的姿態 成功當選和連任中華民國總統 大陸的新華社在即晚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 標題是這樣寫 莫道浮雲中閉日 台灣大選結果應該何以看待呢? 他裏頭就看到了 到底蔡英文為何可以勝出這次選舉呢? 這篇文章是這樣說的 他說蔡英文贏得選舉的招數不是秘密 競選過程受到島內輿論詬病 其一 瘋狂殺錢 狂投數千億元新台幣進行政策買票 其二 不擇手段打壓對手 患養網軍散佈假信息 大搞污衊抹黑 其三 鼓吹大陸威脅 煽動敵視大陸 製造綠色恐怖 大肆同客民眾 他又怎樣說呢? 成為島內有色之事和媒體所言 這次顯然不是一場正常的選舉 蔡英文和民進黨用欺騙、壓制、恐嚇等康莊手法 撈取選票 充分暴露其自私、貪婪、邪惡的本性 大家看完之後是不是打個凸 竟然可以用這麼負面的措詞 用這麼強硬的措詞 來批評選舉的結果 然後對參選人有這樣的評價 老實說 你到底知道什麼叫民主嗎? 不管選舉結果 你是否接受也好 或者你所支持的 政黨是否當選也好 都沒有理由這樣批評民選 產生出來的結果 這就是民主寶貴之處 不是每次你支持的人都會當選 為何可以說出這樣的說話呢? 就說他用這些手段 實情兩黨之間都有選舉操作 你只是說一些不說一些 因為你不喜歡民進黨 你就需要用這樣的詞彙 這樣的形容 來詆毀這個選舉 實在是很不堪 到底他還說了什麼呢? 除了內部因素以外 還有外部因素 那是什麼呢? 他就說到 尤其近一年 美方不斷加大力度 來打台灣牌 蔡英文當局積極配合 挾揚自眾 推行以美反中 包括借香港局勢 煽風點火 誤導台灣民眾 顯然這場台灣地區的內部選舉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外部暗黑力量的操控 即是你覺得 又是外國勢力操作 暗黑勢力很明顯是美國的勢力 你就覺得民眾被誤導 實情這種思維完全沒有變過 幾十年不變 包括大家記不記得 2003年七一遊行的時候 時任立法會議員民建聯的陳鑑林 接受TVB採訪的時候 他都說50萬人上街的市民被誤導 現在又是這樣說 即是說你這麼多年來都沒有進步 凡選舉結果不是你所想 你就覺得民眾是被誤導的 反正你支持政黨當選的話 這樣就好地地 這些不是叫做民主 而是叫做獨裁 好了 他最後講到一件事 就說 浩蕩大勢不可逆轉 一時之逆流 不過是歷史浪潮下的泡沫 兩岸關係發展基本格局 不會一場選舉而改變 而且兩岸的實力對比日益懸殊 好了 到底他們堅持的一個什麼方針呢? 就是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這件事就反映了幾點出來的 第一 大陸過去那幾年 對於台灣民工武嚇完全失效 而且是成功令到台灣的民眾 和你中國共產黨越走越遠 包括他們過去講的什麼話 民工 包括你剛才提到的文章已經算是 是不是? 不停發表一些官方的評論文章 不停批評民主的價值 自由的價值等等 好了 武嚇就是怎樣? 包括整個軍演 以及宣稱要武統台灣 或者幾多分鐘就可以登陸台灣等等 你不停講這些言論的時候 其實是令到台灣的人越走越遠 市民只會對這些言論反感 不會是被你嚇到的 第二件事就是 他們經常強調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這個所謂對台的基本方針 可以說是註定失敗 首先來說 香港已經是一個非常錯誤的示範 一個極壞的例子 台灣人看到香港這樣的情況 他怎麼會落答這麼愚蠢 用一國兩制的形式來統一中國呢? 而且用一國兩制的形式 就即是說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主體 然後台灣就要 under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說那些人會不會這麼愚蠢 接受這件事? 是不是? 你一中國表 你經常國民黨提出 九二共識一中國表 共產黨就只是提倡一中 沒有說國表 一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對內就說一中國表 就說你自己是中華民國 問題是 有些人走到大陸和國台辦 劉傑一主任會面的時候 你就說要和平推進統一的進程 那如何推進呢? 就是別人說一國兩制 當然韓國瑜對於這件事是否定的 但是來講你國民黨內部 對於一國兩制的說法 是眾說紛紜的 是沒有一個非常官方的說法 走出來斬釘字鐵 就是你國民黨作出一個聲明 是否定一國兩制 你夠不夠這樣做呢? 你都沒有這樣做 是不是? 就是每個人都說一些 他又說一些 這個洪秀柱前主席又說一些 到底誰才是真呢? 是嗎? 非常曖昧的 這種取態就是 你不能夠再和嘻黎下去了 否則你下屆也不用選了 好了 既然大陸去堅持 這個所謂一國兩制 和平統一的方法 當然台灣人是不會接受 而且就已經用選票 向你親共的中國國民黨說不 蔡英文對於你這個所謂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 他就有八個字來回應 他又怎樣回應你這些大陸的說法呢? 他用八個字 和平、對等、民主、對華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對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 是兩個不同的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我引申到第三點 就是中華民國是不會亡的 有些人在選舉之前 就用這個所謂亡國感出來炒作 實情中華民國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我不相信台獨會在台灣搞得成 因為過去那麼多屆都是搞不到 而且沒有美國的首肯就絕對搞不到 這些統獨議題 其實純粹就是選舉操作 每四年就只是炒作一次 但是在今次的選舉來說 就已經被反送中運動比了下去了 其實在台灣來說今次的選舉 統獨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著迷的議題 而且他要搞獨立的話 就一定要通過修憲這個方式來做 他修憲的話門檻就非常高了 要四分之三的多數立委同意 而且要交由公投由過半數的市民 是贊成才生效的 問題就是 根本上國民黨在這個立委當中 他依然達到了四分之一小數的防修憲門檻 於是乎根本上搞不到這個獨立 故事我就要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統獨的議題在台灣來說 某程度上其實都是屬於一種偽命題 最後有一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關於中五紀委對於中央台辦 進行了常規的巡視 發現他們有點不妥 整改不力 中央台辦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等於國台辦 因為大陸很多單位都是一個單位兩種名稱 在黨政體制中是非常常見的 就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 其實中央台辦和國台辦都是那些人 到底國台辦為什麼會在1月11日 就是昨天選舉當日 就有這樣的消息出來了 先說說到底是發現到這個國台辦是有什麼問題 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夠深入 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夠有力 履行職責使命不夠到位 落實全面重研治黨兩個責任有差距 日常監督比較薄弱 防範廉政風險不夠到位 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等的問題 落實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不夠到位 領導班子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 哇!原來是發現了這麼多的問題 而在時間線上就非常敏感了 在1月11日就推出了 告訴大家 原來國台辦 即中央台辦 是有這麼多的問題出現了 而且在時間上真的太敏感了 撞正台灣總統和立委大選 剛好線 國民黨也是大敗 所以這就非常強烈的意味 就是整頓國台辦 以及就著敗選責任向國台辦問責 至少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因為來講 選前 國台辦其實是有積極介入選舉當中的 當然它的招式無效 高壓懷游並中 先講一下高壓是怎樣 比如說 北京在去年的7月宣布了 禁止47個大陸的城市開辦赴台灣的自由行 於是對於台灣的旅遊業有重大的打擊 這是高壓政策 還有什麼就是封殺金馬像 拉大隊退出 就不參加這個頒獎禮了 好了 所以在懷游的政策方面又如何呢 就推出所謂衛台的26條 這是什麼呢 就是為台灣的企業和台灣人民提供和大陸國民同等待遇的措施 各13條 加上就是26條 所以就簡稱為衛台26條 問題就是當你搞完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原來你選前積極的戒選是無效的 結果反而是蔡英文拿到歷史上最高的票數 破紀錄的票數 你想想一下他到底會不會被撤換呢 很多消息就傳出來了 他將會在十九大五中全會前後的時間 是會遭到撤換的 這個其實也不奇怪 大家可以看看香港中聯辦的王志民主任 正正在區議會選舉當中大敗以後遭到撤換 到底他會不會呢 大家拭目以待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